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国籍的人在一个小镇上轮换当镇长,用自己的特长和想法去管理小镇,这可能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而贵州省丹寨县的一个小镇就吸引了世界各行各业的人来到这里当镇长,用自己的才华和创意轮流执政。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丹寨县的万达小镇,在这里每周都会有一位轮值镇长上任。 虽然天气寒冷,小镇的街道上还是有许许多多来往的游客。 在小镇的茶园里,记者见到了小镇的第67位镇长赵舒兴,常年与茶叶打交道的他,正在交茶农门茶叶知识。 镇长赵舒兴是一位经营茶叶的企业家,他希望运用自己的经验,让单在小镇的茶叶产业化、规模化。 这个镇长,是吧,就是我们那个古人讲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当了镇长,那给人当地人干点什么好事啊,干点实事啊。 其实每个州都有镇长啊,每个镇的镇长,它是这个,来自不同的行业。 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呢? 不同行业,有政府的,有媒体的,有这各种那种,还有我们企业的,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给这个单在小镇提意见,提建议。 或者这些意见和建议,都是他们经过多年的工作也好,历练出来的,提炼出来的。 记者了解到,小镇自2017年开始在全球招募轮值镇长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有67位镇长上任。 他们中有企业家、摄影师、导演、美国艺员、国际青年志愿者、英国时装模特、运动员、世界小姐等。 每位轮值镇长在单在万达小镇任职一周,与具有行政级别的镇长不同的是,轮值镇长根据自己的专长,开展了一系列有特色的施政活动。 他们分别为小镇拍摄美食短片,发起古法造纸,线上公益众筹,举办国序文化讲座,举办飞移梯台秀等,更好地推动了小镇的建设和发展。 现在这个效果我觉得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在选择这些轮值镇长的时候,也考虑到他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 就每个人到单在来都不一样,然后发挥他们每个人的这种个人的这种特色。 一年多以来,每一个镇长到单在来都引起了很强烈的关注。 据了解,单在万达小镇是2017年开业的旅游小镇。 小镇虽然不大,却包含了单在县的各类飞移,如石桥古法造纸,国春苗族影视,苗族纳然等,由于轮值镇长项目的实施,让这些在贵州大山深处的文化瑰宝得到了更好的传播。 我们小镇里面就是实行这个轮值镇长,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就是我觉得嘛,就是他们来了以后,他们可以在他任职期间有一些做的事情,因为我不是每一位,我都了解那么多。 但是就是说,每一个人他来做的,他来了以后呢,他回去,他可能就对我们小镇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东西,可以推广出去。 。